什么情况布莱泽奥特曼再次与自己的人烟体发生冲突 这一次还强行逃离了 在上一集的时候 布莱泽奥特曼就与闲人队长的意识发生了冲突 但是到底是谁想保护怪兽 目前还是讨论的比较激烈的 有人说是队长想保护怪兽 毕竟这一集的主题就是亲子 但是呢也有人说这是布莱泽想保护怪兽 毕竟前面看电视的时候 布莱泽占取了队长的意识在看亲子节目 那么你认为保护怪兽的是队长的意识 还是布莱泽的 今天的布莱泽表现好帅 布莱泽今天很帅 这是这次目前表现最帅的 然而在本集的时候两边就很明确了 布莱泽甚至控制了闲人向姓黎发出了撤退的命令 侠然队长想着继续攻击怪兽 没有想着去逃离 然而布莱泽奥特曼的想法是保守的战法 看到目前的情况根本对付不了怪兽 想着先逃离再说 所以呢两边发生了冲突 到最后飞走的时候 两人还在发生冲突 这就很符合当时前后导演说的交流了 在下一集预告片中呢 布莱泽奥特曼也获得了新的武器 一起期待一下 次回ウルトラマンブレイザー 行くぞ ブレイザー 手にしたのは 雷を持たず剣 次回予告片中的重室